警察在骑车的同时可以看到第一视角镜头 有一只黄蓝金刚鹦鹉 一下飞到旁边一下飞到前面 正当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 这只金刚鹦鹉又把飞行高度压低 持续在旁边和摩托车并行 而且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前进 画面中不时还可以看到 仪表板上显示的速度大部分是落在时速40公里上下 这奇特的景象是发生在巴西中部的托坎廷斯州 另外一名也骑着摩托车的警察 还特别提到另一边 让金刚鹦鹉在中间跟着他们飞行 画面真的很像是他陪着警察在巡逻 而事实上这位不速之客 就是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地区的黄南金刚鹦鹉 拥有高度质力 虽然还不到要灭绝的程度 但当地野生的数量确实在减少了 因此这次和警察一起巡逻 确实是蛮珍贵的一段画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